我们又参考一下 其实之前几次的一些国际的战争及争拗 其实恒指的走势 都是不知为何 我觉得好像敏感一些 有很多次的战事 其实一开始之后就持续调整 但是如果看回2014年 黑历米亚的危机 其实恒指的走势又不错的 很快又山排了一泊又爬上去 你觉得这次会不会有机会 差不多一些诋毁了? 港股大家已经有一段时间忘记了 就是说当这个环球经济 或者是政经形势紧张的时候 其他的股市跌的时候 港股就是ATM 这个我想还是没有变的 因为买卖的手续 货币又容易便宜 所以这个特别容易 很容易提款 特别容易成为提款机 2014年 黑历米亚事件之后 其实2014年中 这个欧洲央行是减了息的 2015年头 欧洲央行是开始做这个量宽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是对这个 很久都没有见过 欧洲去做这么大的 规模的量宽 都是很有寄忘的 所以全世界的股票 都是在那时候反弹 我想这次 就失去了这个刺激 因为欧洲央行 未来的通胀 不知道爆到去哪里 因为那个天然气 那个价格这么高 那么 变成了 没有了这个刺激 我想港股就要靠A股 哦 那A股真的可以了 如果看上次 譬如2014年 克里米亚事件 港股在危机爆发之后的第二天 是摸了底 那A股方面 其实 我找不到护心300 就是比较外资主导的指数 我看回上证指数 那其实 也都是大概在爆发的危机之后 大概第三天左右 摸了底 就是爬上去 但是这次 其实Tommy 我看到更加多人说 A股将会成为今年 比较多黑丘事件底下 是一个避难所 避难场地 你又觉得是吗 是的 就是 逻辑上都说是应该是 因为 所有不好的事 都应该在 就是过去那两年里面 就在内地发生了 就是18年开始 那么受这个 这个美国的 那个限制 那么 那个监管 那么 又接近这个 这个 这个 开始这个 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那么 这个 这个 两会又快要开了 所以去年十月 开始 又有这个 就是对25间 这个金融机构 那个 就是偵查等等 那我想呢 就 事实上呢 如果你看 环球通胀 唯一 不会上 还有没有什么 机会上的地方 是中国 那么 那么 现在呢 俄罗斯呢 周围都可能 卖不到东西呢 就是最终呢 它是卖的给中国 所以呢 中国那个通胀呢 就没有什么机会上的 那么 第二呢 就是 那个 那个 本身呢 中国自己的 那个 那个 货币 货币 供应呢 现在呢 一月份呢 它是多了很多 就是由去年的8.3%增长呢 去到今年 一月份呢 9.3%增长 那么 而去年呢 其实呢 就 那那个 就是财政支出 在中国呢 其实是不达标的 那么 今年呢 其实呢 可以呢 是将财政支出 再增加一些 那么换句话说呢 减税呢 和降费呢 应该在今年年中 是可以开始 那么当然呢 另外呢 呢 今年呢 就法改委方面呢 对于 你说去借钱啊 或者你 发债啊 那个的态度呢 是宽松了的 那么那些的 就是专項借等等呢 都批核 都早点 早了 批核了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你短期里面呢 那个 财政 和这个 就是 货币政策 都是支持 这个中国的 是的 资产的 那 换句话说呢 如果短期资产是支持的话呢 那我们看长期那个 长远那个的发展 那长远发展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 绿色经济 绿色能源 2060年那个 就是 完全没有炭 炮中用 那个 灵炭那样东西呢 那 引致那16万亿美金的投资呢 应该呢 是开始投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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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的 那 人